來到VBA workshop的第五課 我們今次會做一些複雜的事情 我們會做的是將一條在金融經濟非常出名的方程式 將它寫成一個Excel的自定限數 Custom Function 我們有需要用的時候就可以用得到 我們會做什麼呢? 我們會將在options 其權的Black Shorts Formula 將它寫成一個Excel的限數 首先講講什麼是options 如果同學有修讀過金融經濟學 或者是衍生工具的課程 都會知道什麼是options option 其權就是一個權利 去讓你買或者買一件資產 那件資產通常就是股票 即是說你所用 如果你去買一個option 你去買一個option 你所買的是權利 而不是背後的資產 所以這個叫做衍生工具 因為你不是在買那件資產 而是買由資產衍生出來的一些金融產品 這樣其權有分有買和賣之分 如果你擁有的是一個賣股票的權利 就是一個方程式去提供一隻奇權的理論上的股價 理論上的價值 它就有以下假設的 首先它所計算的價值 是只適用於歐洲式的奇權 奇權有兩大類的 歐洲式和美式 歐洲式的奇權 就要去到到期日才可以行使 即是說 你這隻奇權如果是可以 去到十月一日才可以用的 十月一日才可以用的 十月一日之前是不可以用的 例如說你的奇權 可以給你十月一日 可以用三百元買騰訊的 三百元買騰訊的 那你說這刻三百元買騰訊 現在馬上用也有賺 你可不可以用呢 歐洲式的奇權是不行的 你是十二一日就是十二一日 雖然說你不可以提早使用這個權利 不過你可以將這個權利 隨時賣給另一個人 所以雖然你不可以靠行使的權利獲利 但是你可以靠賣走這個權利 去賺取回報的 美式的奇權 可以在到期日之前任何日子行使 所以如果你是說 你是一個十月一日 以三百元買騰訊的權利 你這一刻 你覺得已經 夠好賺 那你是可以馬上行使的權利 立即去買 用三百元買騰訊的 這樣 因為美式的奇權彈性比較大 所以它也是比較複雜的 在數學上 計算的價值的時候 會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都會集中在歐息的奇權 接下來的假設 就是在金融經濟學上非常之常見 包括可以在一個特定的利率 沒有限量的借出或者借入 這個是非常常見的假設 即是是一個Random Walk 這個Brownian Motion 在短時間內 其實這個假設 通常都沒有問題 長時間就要看你的對股市的看法 這個奇權 這條Black Shaw formula的運算 它是運算 以及在背後架設了 它是一個Brownian Motion 這個股票就是沒有派息的 唯有簡化的數學 沒有派息 那些股份是可以無限細分的 這個當然在現實中 你一定是沒有細分過一股的 起碼你自己個人 不可以說我想賣走半股就不行 這件事在香港特別嚴重 就是因為香港 不單止是沒有細分過一股 你香港還要一套一套賣賣股票 稅股是比較麻煩的 所以香港可能有些是四百股來一手 一千股一手 所以這個距離這個假設會更加遠 接著就是沒有沽空限制 這個在香港也是不成立 因為香港你只可以 一個獲准沽空的股票 最後就是沒有交易費用 視乎你的交易大小 這個交易費用可能佔你的交易相當小的部分 這樣說了假設之後 如果根據假設之下 你就可以證明 一隻call option 一隻給你在特定價錢買資產的期權 的價值 根據這條 C等於S乘N乎D1-E乘Exponential Function-RF乘T乘N乎D2 這個方程式 來定奪 看到D1D2是各自一個更加長的方程式 這個方程式 N是什麼呢? N就是Cumulative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這個是Normal Distribution 其他數字呢? 其他數字還有S 即是現在的股價 E就是Exercise Price 或者Strike Price 即是你的行駛價 T就是距離行駛日還有多久 距離到期日還有多久 這個是以一年的百分比來表達的 所以譬如你現在距離到期日還有五日 你的百分比就是5除365 這裡有一點主意就是 雖然一年有365日 不過交易的數字是遠少於365 因為有假期和周末 所以視乎你覺得資產價格的走勢如何呢? 你可能會考慮用365還是小於365的數字 這裡在簡單起見我只會直接用365 所以如果真的有五日到期 五日後到期就是5除365 然後RF是Log of 1 plus Annual Risk Free Rate 即是Log of 1加無風險的利率 無風險利率通常都是用國庫債券的利率 剛才提到的是Cubernative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然後Sigma就是股資產價格的波幅 這樣便可以來量度資產的風險 這是標準差 標準差 標準差 這是Standard Diversion van Limen 就是因為lock 1 plus x 和 x 本身如果 x 夠小的話其實都會接近 所以有些的 Black Shorts Formula 版本為了簡化的計算就沒有剔lock了 最後就剛才說了 因為 Black Shorts Formula 計算是一個 Core Option 的價值 但是 Put Option 怎麼辦呢? Put Option 和 Core Option 之間有一個叫 Put Core Parity 的關係 這條方程式就告訴你 兩種 Option 之間的價值是有什麼關係 那就是 現在的資產現價是一樣的 接著一種 Core Option 一種 Put Option 相同的行使價 相同到期日 它們之間的價值就是 P 等於 C 減 S 加 E 成 Exponential Function of Negative RFT 即是 Put Option 的價值等於 Core Option 的價值 減回現在的股價 加回行使價 成 Exponential Function of 那就是 負lock 利率 成 以 到期日的百分比 你可以用這條方程式 就可以運算到一個 Put Option 的價值 那講了這麼久 究竟為什麼大家會對 Black Shorts Formula 有趣呢? 當然啦 你有興趣的東西就因為 因為你可能想有興趣買這個期權 那期權有什麼用呢? 期權有兩種主要用途的 第一就是用來幫你對沖風險 那如果你手頭上有一堆資產 譬如股票 那你的股票有波幅 你又想一定程度上抵消的波幅 你可以靠購買期權去達到這個效果 另一個用途 特別是小投資者 期權可以用來作為一個槓桿的投資 因為你所購買的只是一個權利 期權是一個權利 所以購買期權是會比你購買背後的資產便宜的 譬如你覺得騰訊將來有機會500元的 那你現在覺得騰訊可能的 那你怎麼可以從中獲利呢? 那當然有一個方法就是你可以買騰訊 你覺得他將來500元 你現在可能300多元買的 那你到500元的時候買回來 你就賺了 那這個方法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這個方法比較昂貴 因為你需要有足夠的金錢去買300多元的騰訊 所以你可能覺得那個回報不夠高了 因為你買不到很多手的騰訊 有什麼方法呢?你可以嘗試買一個騰訊 可以在一個特定價格購買騰訊股票的權利 你買一個call option 譬如說我買一個給我450元買騰訊的權利 現在這個權利不會很值錢 因為騰訊三百多元 你沒有人會需要用四百多元買的 所以這個權利本身這一刻不是很值錢 不過如果真的去到有一天他升到五百元 那你的權利就很值錢了 因為你的權利可以容許你每一股450買 你馬上可以五百元買 那你就賺了五百元 所以你可以在這一刻 你可能有一個期權的價值很低 但是如果股票的走勢 是根據你所預期的方向 那你可能就可以賺取非常高的回報 反過來說 如果股票的走勢 是未如你的預期 譬如騰訊跌到三百元 那你的權利真的完全不值錢 因為如果騰訊三百元 你的權利是容許你四百五十元買 那你的權利是不會用的 因為完全不需要 而你的期權的價值 就很大機會會跌到零 所以期權容許你槓桿 用一個低的成本去賺取高的回報 同時風險也會非常高 那麼期權的簡介就到這裡 我們現在就會真正開始 去把這個Black Shorts Formular 寫成一個Excel的自定銜數 那麼 這裡剛才說了 你要有些數據要提供的 那麼我們現在先開始 去開啟發展 開啟發展 那麼 為了方便起見 我會左右分開 讓大家可以看得到這個Formular 那麼這裡 這裡 就高過一點點 那麼大家已經看得到 我這裡可能會再可以 調一調 那麼左右大 好了 這樣應該是非常合適的 好了 那麼 從之前一樣 我們insert一個module 為了確保我們不會打錯字 那麼我們會進入option explicit 好了 現在開始寫了 function Black Shorts 那麼 剛才說了 這裡 你現在看那個 你看那個 這裡這個 列表 有些什麼要提供 有些什麼要提供 有這個RF 有這個RF 還有這個Sigma 好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這樣你可以進入 不過我們之前也說過 一個比較好的寫程式的習慣 就是你可以說清楚這些數值究竟是什麼種類 那麼我們看看 S是股價 股價有小數點 那麼我們會用這個Double 雙浮點正確度的 雙浮點正確度的數字 最主要就是告訴大家 很多很多的小數位都沒有問題的 那麼 好 E也是一個股價 也可以是一個Double 雙浮點正確度的數字 那麼 最主要就是告訴大家 很多很多的小數位都沒有問題的 好 E也是一個股價 也可以是一個Double 雙浮點正確度的數字 就出error 他就告訴你不行 不想這樣換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打個Underscore 打個Underscore 之後他就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想 如果本來應該是同一句 但是你想換行 你就打個Underscore 好了 那麼我們下面也繼續 我會打些Underscore T 也是一年的百分比 所以應該都是一個數字 那麼我們也會Double 繼續 利率也是一個百分比 那麼這個會是Double 好了 Sigma Sigma 通常都會有小數位 那麼我們還是Double 好了 這樣就搞定了 是的 如果根據方程式搞定 不過我們想一條方程式 可以做兩種東西 就是可以給用戶選擇 究竟是call option 還是put option 的價值 所以我們要加一個東西 就是給那個用戶 去告訴你 究竟他是想算call option 還是put option 的價值 所以我們要加一個選擇 在下面 這個叫做 我叫做 itscore 是不是call option 對嗎 因為itscore 要不就是 要不就不是 所以是yes or no 或者true or false 所以在VBA 內 這種的 只有二元的單位 就叫boolean true or false 好了 這個就是個 程式的設定 好了 然後我們下一項要做的 就是 因為我們打option explicit 所以我們就要 預先說明 有什麼 的 變數 我們需要的 有幾樣的 第一就是 我為了方 為了這個 容易 看起 我會把 D 跟回我這裡的方程式 D1 D2分開 我會有D1 和D2 這兩個是分開計算 免得一行做完會很長 很難 亦會很難看 究竟發生什麼事 另一個我會說 就是 通常大家 找資料 找到的 當然會是lock of interest rate 大家找到的 當然是 直接的利率 所以我都會預期 用家會 只會打利率 所以我 就要另外 再計 那個 natural lock of 1 plus V3 rate 所以我會 lock of RF 好了 有三個變數 我要宣告 接著 我首先 計了 lock of 1 plus Risk Free Rate 我叫 Lock RF 首先 在VBA內建的 lock function 就是EOG 大家可以想 看到EOG 是否會以為 是Base 10 Lock 不是的 在寫程式裡面 基本上 EOG永遠都是natural Lock 所以 EOG 即是 LN 大家記住 寫程式通常都是這樣 這裡 就有 1 加回大草RF 這個就是 lock RF D1 D1 然後右邊打 又是 natural Lock 然後 S除E D1 加 這裡 就是 有 這個 開 窟戶 我先關掉窟戶 免得自己忘記打 就 Lock RF 就 加 這個 Sigma 二次方 就是 有 HAT 這個標誌 2 有2 那 窟戶 應該正常 不用 很多 一般都不用 這樣 窟戶 除非裡面有加數 或者有乘數 但是 有時候我見過有些 VBA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窟戶 就不成功 所以我就加窟戶 安全起見 反正不影響 這個就是Sigma Square Sigma Square 隨意 整堆東西 最出 就乘回T 好了 還沒搞定 因為 看到下面還要 整堆東西 這串東西 除回Sigma T 的 開方巾 開方巾 的 開方巾 開方巾 Sigma 乘回T 開方巾 又是 開始比較長 如果相片可以換行 打個Underscore 打Underscore 之後 你就可以 有這個 打回 下行 乘以Sigma 乘回T 開方巾 你可以 做T T to the power 0.5 是可以的 不過通常不建議這樣做 因為準確度和速度都未必是最好的 所以通常會建議 如果有的話 都會用回編程語言的內建的開方巾 數 在VB 就是SQR 這個就是開方 開方T 好了 D1 搞定 D1 搞定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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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字體能否更大 好像也是不行的 好像 不知為何 新版的 新版的 3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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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明明寫著有得調 但是 交來 交來 交去 好像 都是沒有反應的 對 沒有反應的 所以就 算了 我繼續 我弄來弄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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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 所以 就搞定 好了 終於可以計算C 當然你可以說我可以C等元等等 記住 如果你想做C 這是一個新的變數 你要C先 在上面宣告才行 那我就不會了 因為我這個已經可以給我用戶的最終數值 這就是call option的價值 所以我直接打回black source 這是一個銜數的名字 可以把最後計算出來的數值的用戶 所以black source 就等於 好了 這裡就跟右邊最頂的方程式打 就是這個 s 我們要用一個 cumulative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那這個呢 Excel有內建的 那 上一次也說過了 用內建的銜數打一個東西都比較長的 那就是application.worksheet function. 好了 這個 cumulative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那 standard normal在Excel裡面 就是norm as this 那你要提供幾個數字 第一就是那個 standard normal 那你要提供的就是你那個 D1和D2 那我剛才看到這些數字 D1 那我第一句就是D1 那你還有一個數值 這個數值就是 其實因為Excel是一個銜數 可以讓你選擇 你要那個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還是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那 所以呢 我們呢 是要這個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那就應該是打 true的 好了 那就換行啦 因為比較長 那麼 為了方便的建議 再拉長一點點 讓大家看到發生什麼事 那這裡又再拉過一點點 應該就會比較容易看到的 好了 繼續 好 那我就換 我就 好 那繼續 那就換了行 那我們 我們要繼續成 那就減回exercise price 那 好了 那就成了 那個 嗯 好了 exponential function 就是exp 在這個pba裡面 負1 乘rf 乘2t 好 又再次成了 那個 standard normal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那 那就換行 那 那 就 application.worksheet Function.normAsThisD2True 好 搞定 搞定了 這個就是一個成功計算了這個CoreOption的價值 但我們剛才說的 我們想讓用家可以選擇 如果你想做PortOption怎麼辦呢? 那麼我們 我們下面選擇 我們要在上面計算的 我們現在計算的是一個CoreOption的價值 如果用家想要PortOption IsCore就會等於False 我們可以用一個IfStatement IfIsCore等於False 那就做點事了 那我就為了遺免自己忘記了 首先我先打個尾 VBA的寫法是用英文字來表示頭和尾 If開始 And if做結尾 如果有其他編程語言 你會用固固的 例如C 或者有些編程語言是空格的 例如Python VBA就不是的 VBA就一定要有英文字在前面 有英文Keyword在後面才行 那麼我們現在 假設 用戶真的打了 IsCore等於False 即使他想要PortOption 那麼我們就要用PortCoreParity 去計算一次 那就是CoreOption的價值 好 減掉 那個 這裏呢 我發現這裏的那份屋子是打錯的 那麼少的東西 這個方程式是正確的,這個方程式是正確的 寫LokRF,然後再寫T,我發覺上面有些地方忘記寫LokRF 那就是中間,Black lace出來的地方應該不是RF應該是LokRF,先更正 應該就沒錯,應該就全部都正確,這裡就完成了 那現在已經可以用了,已經弄好了 那就可以回到這裏,我們就開始弄一些數據出來用 那你剛才要提供資料,用什麼資料提供呢? 首先要有現在的股價,資產的現在的股價 行駛價,即是strike price,即是x price price 那這個E其實都會變成歐羅的符號,那我不打了,這是E來的 volatility,即是sigma 那這個還有距離到期是多久 滅無風險利率是多少 那最後就會計算了一個期權的價值出來 那我就會用蘋果來做例子,蘋果公司,美國那間 那就看完了,首先是yahoo finance 蘋果現在的價值,這個是剛剛收市的價錢是183.92 183.92 好,跟著期權的行駛價,那你可以去搜尋這個option chain for apple 那我就會用一隻,用來做例子,用一個6號到期,7月6號到期 行駛價175的期權 行駛價175 175 好,那個股票回報的風險我待會再說 先打了那個到期日 那剛才,6號到期,你看到那個鐘寫著4號,但這個是香港時間 美國剛剛過了3號,所以美國呢 美國呢 美國呢 就 4號,5號,6號 不過 不過 4號呢 4號呢 7月4號是 不是交易的 美國 7月4號不是交易的 所以 因為這個是獨立日 所以其實是兩日 那好了,就是這樣 看你那個 背後那個 股票模型你覺得是那個 那個移動的那個 究竟是 你會 有交易日和沒有交易日的移動都是相同的 還是沒有交易日你就會跳過呢 那我剛才說了 方便起見我就照打3除365了 那就不管了 3除365 還有4號、5號 等到6號 3到3除365 那這個呢 是 一年的0.8% 那麼多日 那 那 如果你覺得容易看些 你可以轉到百分比 那就 沒什麼問題 沒什麼所謂的 自己決定 那利率 利率呢 你可以去 通常用美國國庫債券的 那你可以去這個 美國財政部 找這個 Daily Treasury Yield Curve 那找到這個呢 就可以了 那 最新的10年國庫債券 通常這個也有很多人用的 就是兩厘八三 一年 兩厘八三 一年 那 那就 0.0283 那又是 你如果想容易看 你可以把它轉成百分比 0.0 2.83% 然後 風險 風險 你要猜 因為 將來風險 沒人知道 所以 你可以用歷史的風險來評估 有一個方法就是 你可以 去 這個 例如 也好Finance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 這個 它有個 過往股價 那 譬如你可以說 我用過往 5年的股價 5年的股價 5年股價 那麼 5年 那麼 簡單起見 我就用按月 按 Apply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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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是 蘋果過去5年的 每月的股價 那麼 你可以計 這個 因為你需要的是一個 回報的標準差 所以你可以計算回報 回報就是等於 這個 今天 這個 這個月的股價 減回 按年 按年回報 所以我減回一年前 減回一年前 就是 2017年的7月 那 сто 對 再減回 2017年的7月 的 股票 這樣 這個 就 這個就是 就是蘋果 從1月到2月تي�月 升了2成5 高 Soldier 單积 這樣 這樣便可以 adan 這便可以, 沒 才 然後確保一次我沒有弄錯 不好意思,有件事錯了就是 這裡又呼呼得意 雖然我是按月,最後一天都給你的 沒有了最後一天,最後一個就是7月1號 所以我就拉錯了 應該是7月1號,今年的7月1號,去到去年的7月1號 這樣才是正確的 好,現在再拉一次 沒問題了 不好意思,除了那邊還沒收拾 除了那邊 對,大家看到了,為甚麼三格不正確 所以應該是兩格 F62是今年7月1號 減回F50,即是去年7月1號 除了又是F50,即是去年7月1號 這個才是正確的 好,那這個就是那個 計算出來的,這個Return 一年 一年的編 那我就計算一下Standard deviation Stdev of return 好,那是甚麼呢 很簡單 等於 這個 Stdev Stdev.p 這個就是計標準差 整個Column 那就是0.3幾 那我照打 那就是0.305 那我就0.305 好,搞定 那這裏呢 就可以 用那個option 用我們的black source formula black source 好啦,black source 要提供我們提供的數字 那如果我們剛才看你自己打 我們首先第一個數字就是S 第二個數字就是E 第三個數字呢 我打了T 所以 是先給T 然後呢 先給 然後 那個 無風險利率就是D6 然後 最後才是Volatility 那我一開始打 就 打到這樣 大家要留意 那 打完之後呢 就這個 Column 這是Column 所以應該是True 好 好了 計算出來的價值呢 就 6.4毫多 6.4毫多 那 看看它那個 上面 咦? 有些差距 它這裏是9.8的 9.8的 9.8的 看一下 看看我看看有沒有這些東西打錯 好了 找一下找一下 終於找到錯了什麼了 就在這裏了 我不小心 我剛才說是True 我自己打了成 打了成 所以就錯了 所以 D1那裏 應該是整個東西之後 第二行是True Sigma 好 OK 好 好 好 那 就對了 這裏應該是正確的 那 現在再來一次 好 好 好了 計算出來 就是 9.0多 這樣 好了 這裏應該比較合理 對吧? 因為剛才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裏的價值 就是 9 現在上面 的價值 就是 9.8 9.8 那為什麼有些少少不同 有不同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現在根據這個歷史的風險去計這個 歷史的風險去計這個 用來做這個Fortility 這個呢 過往不代表將來 過往按月的風險未必是一個最好的指標 對不對? 所以 市場上 那些人的看法不一樣 那就會有些差別 那 所以 其實 Black Shaw formula 很多時候的用途 就不像我們那樣 用 打完這堆數字進去計這個Option Price 反過來 就是 根據市場交易的 價格 根據市場交易的 價格 就 反過來 反過來 計回 Fortility 那這個呢 那些上網找呢 有時候它會叫做 implied volatility 就是說 根據市場的這個期權的交易價格 背後的這些資料 最後 從中可以得出 那些投資者的心目中 到底這隻股票的風險是有多大的 好了 那這裏就正確了 那不好意思 剛才打錯了 記住 這裏是除 不是成 我打錯了 如果你跟回那個Formula打 這裏很明顯是除 我打錯了 然後 這裏就整個打好 這部分 就去到這裏了